各位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我们时常抱怨说这个网上假新闻太多 有的人还说 竟是你们这些自媒体天天为了博眼球 造谣声势 用夸张的标题 虚假的内容 来骗取我们网民可怜的流量 可是我跟大家讲 今天假新闻的泛滥 那可不都是自媒体的货 很多传统媒体 正规媒体在传播起假新闻来 也是不亦乐乎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在两三天之前 全网都在转载一则新闻 而且我看了 这则新闻还都是正规媒体在互相转 这则新闻的内容是什么呢 说是有一个赞比亚的护士 得了癌症 快要不久于人世了 于是他向上帝忏悔他做过的恶 他说 从1982-83年开始 到1994-95年 这十几年的时间 他在赞比亚的一家大医院当护士 当护士先 他为了自己都闷着取乐 竟然干起了调换婴儿的事情 大家记得 这则新闻说 他根本就不是为了钱 他就是为了取乐 但是就丧心病狂的把人家的婴儿进行了调换 A父母拿走了B婴儿 B父母拿走了A婴儿 十几年的时间 他竟然调换了5000个婴儿那么多 有好事人还给他算 这简直是每隔一两天就要调换一对婴儿 而到了今天 他得了癌症了 快死了 所以呢 他忏悔了 他向上帝忏悔 说当年我怎么这么糊涂 就为了自己取乐 伤害了5000个家庭 大家想 过去这些年 我们确实 时不时的能在媒体上看到一些 哎呀 当年拿错了子女啊 或者子女被调包的新闻 每一则新闻出来 其实也就牵扯到 一两个两三个婴儿 即便这样 每一次新闻出来 都足够牵动眼球 都足够让大家痛心的 可是这则新闻够劲爆啊 这则新闻一出来就5000个婴儿啊 那这个新闻的传播力度 它能不大吗 它的传播渠道 它能不广吗 短短几天之内啊 几乎所有主流媒体 都转载了这则新闻了 而且为了佐证这则新闻的正确性 在转载新闻报道的时候 很多媒体还配发了英文原文 和这个护士的照片 人家说 你看看 英文原文也有 人物照片也有 绝对的真新闻了吧 然而 如果有人细读 他们配发的英文原文的时候 就会多少感觉到 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这则新闻呢 是从4月6号左右开始 在全网传播的 这则新闻的第一句就说 周一的时候 在赞比亚有了这则新闻爆出来 那就是说 这则英文原文报道中的周一 肯定不是4月8号了 而是4月1日了 4月1日是个什么日子 可能今天很多中国人都不流行过这个节了 然而 在西方很多国家还是要过的 那是愚人节呀 在愚人节那天 很多西方小报会造出各种各样的假新闻 尤其是这则英文原文 其实在最后自己都开始调侃自己了 人家说 这个护士当年为了取乐 还特意 把这个黑人的孩子调给白人 把白人的孩子调给黑人 造成了很多惨剧 拿脑子想一想 一对黑人夫妇 如果看到自己生一个白人的婴儿 有可能马上兴高采烈的离开医院吗 人家难道连一点遗传规御都不懂吗 也就是说这则新闻完完全全就是当地的小报 为了制作一个愚人节假新闻而刻意制造出来的 而我们的很多正规媒体 还把这个当作一个惊天的事件再到处贴 结果时隔不久就被打脸了 事情传到国外 人家赞比亚的官方机构都要站出来说了 我们查无此人啊 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护士 我们国家的医疗制度关系很严格 也绝对不可能出现5000个婴儿被调包的事情 今天在西方世界 其实各种各样的媒体都有 有很多的小报 专门是刊载一些完全没有来源的假新闻 甚至自己刻意制造的假新闻的 而我们有的所谓从业者 一看到外面有个什么新闻 他也不了解人家那个报纸的属性 也没有做任何精心的调查 就把这个原文搬运过来 以为可以搞的一个大新闻 这不也是我们假新闻泛滥的原因吗 我还 murdered阅号